一般人眼裡海鳥便便是髒東西 但是在能敷衍中 海鳥糞便富含氮和氯等元素 是一種非常好用的肥料 因此孕育出一個買賣海鳥糞便的市場 最近有一群科學家 為了要呼籲大眾 關注保育海鳥的重要性 用盡各種方式 估算出海鳥便便的價值 希望人們能清楚了解 海鳥對於人的重要性 根據該研究團隊的估計 全球海鳥糞便的潛在價值 少說也有4億7300萬美元 折合台幣約140億7600多萬 聽起來很多嗎 事實上這還只是海鳥糞 價值的一小部分而已 因為海鳥糞便對全球生態的貢獻 不只是作為農業肥料而已 科學家發現海鳥糞內含的養分 可以增加棲息在珊瑚礁海域的魚群數量 加勒比海 東南亞 澳洲大堡礁等地的觀光 和漁業都能從中獲益 對整個自然系統來說 排出的糞便讓生活於海洋陸地的生物 從中受益 其實也間接幫助了陸地和海域間的營養素 產生流動 如果把這部分的價值也算入 研究團隊估計 海鳥糞的總價值可能上看10億美元 目前全世界最主要的海鳥糞生產國 主要集中在南美洲 如智利和秘魯等國 經過這項研究後 團隊希望能真正讓人們重視海鳥保育 並且採取更積極的行動 保育這群貢獻良多的鳥兒們 就看到了... Sydney 我們將我有句訊息